的主席 請進 請進 我在在神奇 剛剛怎麼會有 OK 請進 OK啦 今天不是老友啦 什麼節目 等得快 什么节目 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对 可是我们觉得 你也可以接受这个挑战 你可以想一想 你从来没有做过 你一类型的节目吗 我没有做过的节目 出国做过 人帅真烦 这真的是我的心声 是 你也是很爱国人 他以前养了狗 对 我养了三只狗 我现在不要再养了 因为狗走了以后 他感觉很心痛 他感觉很辛苦 我痛很久 现在每次看到狗 我都很想玩 但我就不想拥有它 我今天没有带我狗狗来 你懂不懂我每次出国 我都带我一只小狗 那个小狗来 我会带一只 每次出国 坐飞机 都带他出来 我感觉还在 我跟你们讲太多心事 我连我的感情思维也跟你们说 我离过婚的 再见 装修做过 好 恭喜发生 有空 我再来做 再见 一山还有一山高 真的是堆积如山 伯母 我刚才看你的手 你走路的时候 脚有点不舒服 对 脚痛 脚痛 你知道为什么痛吗 因为每天你在散路 散这边 散这边 这边散 散 然后对 要散 脚一定痛 我觉得现在的心修跟我们不一样 以前都是我们要推一步走一步 现在我们不用推他们 一直往前面 要把它抓回来真的不容易 我可以这样子形容 当中有老鹰 猫头鹰和小鸟 老鹰有些是来势汹汹的 猫头鹰有些是静静 但是一来就暗中行事 小鸟最可怕 虽然小 但是一飞起来 整个天空都是它的 我要选新秀 不是要选上进的 我要选有上进新秀 你是其中一个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做功课的话 这几年跟我演过的女主角 都拿了最佳女主角 我可以有办法影响到一个演员 我能够做到 好吗 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节目 你们或者给我点暗示 我查一下什么东西 我可以做的 现场节目 我记得我很想尝试 但是我还没有那个胆量 什么 我让你自己看好吗 因为我的心传闻三十多年了 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 没有拍过这样的东西 我没有这么兴奋过 我现在是兴奋的 我没有没叫 我看到我是心脏的 我没有没叫 我看到我是心脏的 我心脏的 红星大奖 2022 候委会 陈一邀请 陈汉伟 担任本届 颁奖典礼主持人 我刚才不讲到live的 我有点怕了 约聘期 从即日起到2022年4月24月 工作内容是 控制节目的流程和节奏 串联各个环节 及时化解所有突发状况 附带条件 随传随道 任劳任怨 面对任何批评和攻击 坦然承担义夫当关 如失眠压力大 请自行斟酌处理 人后可以痛苦 但人前必须装得潇洒自我 请切记要庄重 要幽默 要敌死 要投出金句 衣服没有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们去大会 所以 就是那个actual show 我很紧张 不可以 我现在还没有收拾好心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实 是 对 你要我跟那些稿啊 去好好的练好它 可能我还别生了 很担心当下有什么状况出现 overrun我不怕 那主持人可以少讲继续 underrun主持人要马上撑那个场 要拖延那个时间 我担心我讲不到东西 答应我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让我拿 不要让我来 我这个也这么紧张 我们可以想办法 但是 八前提下 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尝试 和挑战 我很喜欢刚才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 还不知道那个过程 我跟你说 很喜欢 我很骗你 我应该很looking forward 是什么节目的 真的有时候 过程比较重要 结果不重要 过程我很难抓 我永远半戒 我这边讲结果手拿出笔 结果手拿出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啊 先签一颗信先好吗 先签一颗信先好吗 哈哈哈 我可以先签成吗 可能最后放成数成呢 哈哈哈 对吧 所以成比较安全 我先签成 先拿 我相信每次会插到这么离谱 我了解我自己本身 因为只要我做好准备功课 不一定是很漂亮的成绩 但是应该是可以及格 只要给我足够的精神 时间去准备跟安排 应该不会开到问题 但是会很压力 唉 我要买多几罐 又软发机了 唉 发现有样东西吃 肯定会发现的 就是失眠了 那种失眠压力大 你懂我又是那种想过的人 你是给我从经历开始就失眠了 哈哈哈 不是那天彩排的那天 但是我喜欢紧张的感觉 实在没有他们紧张死 实在是大量来的话 然后结果我一定要玩他们 最好没有就是我来办 哈哈哈 以前在台下拿这个讲的时候 那些主持人在玩我们的时候 我是很生气的人 现在我只有我机会玩他们的那种 观众可能觉得好笑 因为我熟了感觉 把这个是一个良心的压力啦 我我我会接受的 OK啦 很大的一个尝试 很新的尝试啦 OK了我签了啦 我签了啦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签了啦 我 margins了 我还很担心2023年又是我 我还很担心2023年又是我 WiFi endure Dial I